正当全球领导人在为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之际 本地有约90名学生就气候问题展开讨论 这是本地首次模拟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举办的全国性活动 活动由永续发展与环保先锋女性组织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综合学科学院联合主办 以培养下一代的气候变化领导人 参与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代表一个与会国家 围绕着能源转型 粮食 农业和水源等议题进行模拟会议 之后也有一名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专人给予学生意见 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也强调 对于一个小岛国家来说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比如 气候变化会加剧资源匮乏 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我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阿姨 熊